下一招呢 姐夫在喊话 那你喊的是什么呢 忘了 肯定是跟你有关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 给你准备了三个喇叭 分别是 谎话喇叭 祝福喇叭 和真心话喇叭 我们希望你能对着这片湖 对着这片美景 说出你心中 想对副手爱姐说的话 那给你一点时间 让自己想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是 祝我幸福之类的 或者祝我过得更好之类的 我觉得 我应该知道 对面的那几多鱼 你们给我让开 你们给我让开 让我看一看 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了 让开 让开 这个哪个 这是怎么分 你想先用哪一个 随便 都可以 真心话了吧 外人都觉得你很厉害 很要强 但其实只有我 才真正知道 你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希望你以后能放轻松一点吧 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了 祝愿 希望你在今后的人生中 会一直被宠爱吧 都是祝愿 我想以后我们就算分开了 可能 基本上的事情 也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吧 这是一句谎话 嗯 两个人的关系 再好 也不可能跟之前没有分开一样 这不可能的 但是我相信在对方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为对方站出来 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 我其实还是挺宠爱她的吧 虽然看起来她好像很厉害 但其实她晚上非常害怕一个人睡觉 女孩子总是会有自己脆弱的地方 需要照顾的 需要保护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她在 如果我走开之后 她可能一样能得到别人的宠爱 今天这些行为可能算是我做过的比较出格的事情了吧 好像很多年都没有过 最多也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下大暴雨 就出去到草场上去跑步 我们现在看你们俩吗 不是 取名字 哦 取名字 我有想好了 我觉得这就叫家人 我想说我们不同步也做了15年的家人了 至于以后我们分开了 我觉得家人这个东西 是不会变的 不会变的 但你想成为家人吗 还是你想 还是做 一针见血 我是这次来我是想好了的 如果我真的在这趟旅程结束 我仍然感觉到我们之间的爱情降为了零 我一定要勇敢面对 我们就纯粹地回到好友或者家人 或者亲人的关系 哦 好勇敢 我作为我自己 我不知道姐夫怎么想 我是希望我们之间还有爱情 哦 他希望的 他也不想分开的 没有爱情不能叫做伴侣 对吧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来这个节目的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女性 如果都不能面对现实 那我在网上跟大家说的要做自己去冲破架锁 去探索到更美好未来的那些画 全部都是假的 是的 是的 即便今天人家说 你即便你什么再通通你也离婚了 我觉得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要去面对 很棒 非常棒 还有名字呢 时差 时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在这儿 过了12点 那可能过几个小时 别的地方都会过这个12点 有差异 但是也有共同点 当你们达到这一个共同点的时候 你们却永远不能在同一个时刻 其实我俩认识的时候就不怎么同频 我的性格跟姐夫的性格 我俩可以说是没有为对方改变什么 我觉得这么多年 小事情上改一改 千九你睡个觉 比如说时间上 然后我呢 跟她是沟通上改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大的方面 我们没有为对方做过大的变化 这点你认同吗 所以其实这些年是你的工作慢慢慢慢走远了 更好了 然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她其实大家看都一直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很坚强 是一个什么事都能看得开的人 但其实没有几个人会比我知道她过得有多不容易 这么多年 女生最恬不得这种话 女生最恬不得这种话 她真的是在一批五远 我也希望她会有更美好 现在我们还存在于她的生活 对她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今年四十岁的时候我写了一段给自己写了一段生日祝福 我说我终于四十岁了 我这个人生的负重感 我觉得终于能更年龄食品一下了 我觉得我其实在我的记忆中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年轻过 就是一直要扛压 我觉得她知道就是一直要扛压 这种压力有可能来自于外界 但是也有可能来自于自己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又想做个好的妈妈 又想做个好的女儿 又想做个好的自己 又想做个对吧 好的妻子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真的 就是所以我只要上节目人家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 我之前我一直问过多次 我都会认真回答的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后来有一天听了一个震聋发聩的回答 她说为什么我们女性就要去平衡事业和家庭 这个答案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我突然觉得其实我可以不用做题 我可以自己设置那么多的任务和对自己有那么多的要求 加速 那么我觉得在我四十岁以前这人生中我做得很好了 我后面我可不可以想一想 我可不可以换一种换一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这次来我可能最大的一个出动 包括姐夫提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吧 曾经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上班族 后来我成了一个辩手 现在我马上要成为一个编剧和导演 我永远都要去追求我自己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 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会想如果我不是这样一个人 我可能这段婚姻会真的会很幸福到老的 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选择 就是怎么回事 我不靠你们 因为 vậy mango 上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主动提出来 以我这样的状态和别人在这段婚姻里 对方也是一种伤害 分开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按照我现在的心态出发 最终我们分开的可能性 大概我觉得有80%以上吧 但是我又不确定 这个比重到底是多少 只是模糊的感觉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 最主要还是两个 一个是习惯 一个是 还是有点舍不得吧 如果在这20天的密集相处当中 感受到了对方对你的需要 会让你把20%的空间扩容吗 会的 孩子要被需要 我会让你把20%的空间扩容 你把20%的空间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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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